赵福股民啊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2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Yao Finance给出的一些 比较大牌的股票吧 但他也没有多大牌啊 GLPI这个我是看好的 凡是这样的图像我都挺看好的 那之前有一个小姐姐就说过他 而莫是那个卖烟的那个也是图形不行了啊 看出他给出的具体的数据是什么 都看完了吧 看完了就 继续看啊 S1 之前的小姐姐就有留意过S1 但他给出的目标价呢 是跌20% 而现实情况呢已经涨了5% 这个S1 Finance要买会员才看到的啊 这是一个 哎 Ig 你看 这个IgM 你看现在是他不是之前 Ig imgn 我们看一下 imgn 这之前不是停牌了吗 他是发现了一个有限癌的要码然后就停牌了吗 不是他不是他 那是我搞错了 那不是他不是 那继续来看一下早两天的Otis这个呢也是值得考虑的 因为他是这个独角兽企业啊 好这个图形也是合理的 那我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今天我的买优点 就这个 这个Mondana把它给丢掉了以后呢 我就会 我会密切关注这这个Snow 我们就在这一些大趋势的好的那些情况下我们来选一些股票嘛 例如高通啊 还有NPWR这些 但是他获利比例出码比较高 你看都是 到达了92% 那唯一的现在这个 热牌股票是这个 巴菲特的 这个持有的Snow Snowflame 你看 他一直都是这个 60% 70% 80% 从上市之前一直到现在啊 现在是最低的了 昨天是16%啊 那假设我们从16%开始 就开始下注下筹码 今天还没出来 今天还没出来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出来没有 那我可以现在用500块钱先去 买一些而且他也是低于平均价啊 我觉得我我的这个买入的价位是230左右 那要么今天大盘的方向就疫苗股上涨 那个所有的股票卸跌 疫苗股上涨呢就代表着科技股类FANG啊NVD啊这些都在家里面 菊姐股票上涨 那大SPY标普500呢就下跌 那我们的这个 概率学来讲的话啊 那你看他已经连续三天啊这一天是跌啊跌 涨 跌啊今天又还是跌那好那今天是 百分之七点六五对吧 那也从技术雏形来讲他也到达了这个位置 那他还可以到23 那这多少多少的2229啊 那他的这个点是在这个位置 234 234 他如果跌破234的话我就不买了但是他如果今天收盘之前是还在234左右啊 也就是现在也就现在234 正好是甚至234因为为什么我会买呢因为我自己弄出了一些列表就是这些都是炸趋势是好了 例如Shopify啊这些Shopify现在获利比例到达了25%啊那我也觉得还是偏高还是偏高 特斯拉 获利比例是22%但是我呢是买了一张这个 这个周五的call 那显然啊这个就由川普的这个 上一纸上书 然后就把我弄蛇了吗 呃市场不确定性就来了吗那我现在手头上还持有的是NVIDIA是一个礼拜到期 NVIDIA的这个也是 比较的高 比较的高 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这个snowframe是一个 买优点其他的都没有了然后就看今天的这个 呃 叫什么 叫 然后 莫德纳阿里巴巴我买了一点阿里巴巴我买了一点 这个莫德纳是能行的话我就换手换过来这个snowframe啊 谢谢大家 啊不不还还没有还没有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下个节目吧这有点长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